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很多时候 童星最大的隐患就是 自己的爸爸妈妈喜欢插手自己的事业 但由于不专业总是会把事情搞黄 这部吴磊迎来了他 演艺事业上的最大危机 参与腾讯视频制作的张公案 但由于和另一位男主 仅百然四番位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腾讯视频这一次表现也非常刚 表示今后将永久不和吴磊合作 这部吴磊和陆寒的穿越火线封面已经更换了 新封面将吴磊踢出了局 换成了陆寒和宋元飞 估计后期也会大量剪掉吴磊的镜头吧 原本8月8日 吴磊会做客腾讯视频 进行一场直播来宣传新剧 但现在已经取消了 吴磊近些年和腾讯合作的电视剧挺多的 和迪丽热霸的长歌行 也是腾讯出品的剧 这真的是说闹掰就闹掰 现在这部剧估计上映也困难了 哎可惜了 关于吴磊和腾讯视频闹掰这件事情 腾讯方表现很强硬 脑总在朋友圈发文 对于四番位的艺人 把超过别人的排名 看得比作品和创作更重要的年轻艺人 我们只能不合作了 怎么说呢 电影咖确实比电视剧咖要咖位大 吴磊和景百然之间两人翻位一致 对吴磊来说已经很好的选择了 真的没必要一番男主 压翻也要首先报了才能压翻景百然 景百然是电影咖 他没流量 但是咖位在那摆着 现在张公案吴磊彻底被踢出局 已经在乌色心的小声了 而景百然依旧出演 延迟开机 吴磊还没签约 谈不上四番 只是坚持一番 太看重番位得罪平台 而腾讯这次来真的 确定封杀了吴磊 因为有青三行前车之鉴 吴亦凡是腾讯的艺人 梁子怎么着也撕不过吴亦凡 双方弄得还挺难看 而这一次吴磊和腾讯斗 终究斗不过平台 斗不过资本 而吴磊现在 丢了舆论也丢了资源 弄得自己得不偿失 可惜啊 不过腾讯这次这么强硬 那些喜欢四番的艺人 会听话很多 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关注 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